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我们这一款是120系列的极展系统高性能平开窗杀一体窗 它的一个占强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卷尺这边 我们的占强宽是12公分的,120系列12公分 那我们这款窗户它的一个形材地厚,给大家量一下 逐2.0的,我们这一款120系列它的形材地厚是2.0地厚的 那我们120系列所用到的玻璃是5加27A加5的 双层中工钢化玻璃,我们中工层的厚度是2.7公分的 那我们中工层会出入了一种惰性气体,我们把它称之为压气 那出了一种压气之后,能够使我的玻璃它的一个强度和硬度更高 我们会在四周做到一个密度工艺,就是我们的中空铝条一体窗外功力 那这样子的话是大大的提升它的一个保温隔热以及密封的功能性 我们中空铝条内会出入高峰自筛,能够使我的玻璃中空层它的一个干燥性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项工艺 那同样的,我们的玻璃也用到的是细密玻璃,也是属于国内三大厂商生衣的 但是质量还是非常好的,应该说我们的玻璃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一个沙扇 那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沙扇处 我们沙扇所用到的沙网采用到的是三个一次的 不是金刚沙网,抗拍打的它的一个平整性非常的高 强度和硬度也很好 并且我们的窗户它的一个沙扇边角处会配置我们的一个圆形护角工艺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工艺是可以防止我们再反复多次的挡开我们的沙扇的时候 磕到或者是碰到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工艺 那我们这一款腰蜡的系列所用到的三道命中给大家说一下第一道 第一道就是我们的隔热条 那我们断桥铝的窗户 它之所以叫做隔热断桥铝的话 它的一个中间的隔热条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那我们所用到的隔热条用的是PA66的多腔体尼龙隔热条 那PA66是达到了一个国家检测标准的 所以说如果想要选择性能好,隔热保温性能好的 一定要看它是不是PA66的尼龙隔热条 那我们的隔热条同样也是一个多腔体等温线设计的 那像这样子的设计是能够很好的保证它的一个保温隔热及隔热的性能上面大大的提升的 那我们的第二道密封呢 是江阴海达蜜蜂复合胶条 那这种胶条,江阴海达的胶条是我们行业内达联合的一个品牌 它的品牌是非常好的 它的一个抗老化性耐护性加的一个弹性都是非常高的 那说完我们的第二道密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第三道密封 在我们的腔体结构内 是我们的高密必性压腿胶条 因为它的做工工蜜还是比较复杂,所以它的一个品质还是非常好的 它用到的这样子的三道密封的话 才能够保证你选到的这个窗户它的一个密封和隔热的效果大大的提升 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款窗户它的一个外观结构 那我们的这一款120系列所用到的就是内外瓶框全引擎式排水 首先内外瓶框呢就是我的沙扇和波扇在关起的状态下 它跟我们的形材结构是在同一个水平面的 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首先是非常的美观 它的外观啊非常的好看 那其次就是它的一个性能 我的胶条跟我的形材紧密的结合了 那像这样子的话它的一个密封性是做到非常好的 那这边我手所指的这些位置就是我们的一个全引擎式排水系统 第一是它的一个排水性能会大大的提升 第二就是我们以往黑色的排水盖 它会有露出那种风叫声传到我们室内 那我们这种引擎排水系统就直接杜绝掉了这种问题 保住我室内的一个安静的环境 我们120所用到的枪体是用到的多枪体的结构 那像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多枪体的结构 那枪体的结构越多 它的一个稳固和沉重性就会更好 我也保证了我这款窗户 它的一个保温隔热隔音的性能也会更加的好 我们这款120系列所用到的五金配件 是全套的德国霍曼 包括我们的指手是无机构的霍曼指手 以及我们的锁点锁锁锁锁合 包括我们的铰链也都是德国霍曼的 包括我们给大家上到的双重保险 就是在我们的波上往外开的位置 我们会给大家标配到防坠神 给大家一个双重保险 感谢观看